单眼皮美女 导演们最爱的中午陆宝石 杰西卡哥的主人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独具魅力的蒲素坛 1991年9月8日出生于首尔 在一个平凡家庭中作为长女 底下有妹妹和弟弟 小时候很喜欢数学 还曾梦想未来要当数学老师 运动神经也很好 曾经代表蒲素坛去参加田径比赛 还获得第二名的夹击 算是一位认真努力的学生 高中一年级时看了一处音乐剧 《火爆浪子》 当时受到舞台上演员能量的感染 让蒲素坛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就是成为演员 虽然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但这条路从开始就很艰辛 父母亲的反对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努力说服 还是无法说服顽固的爸爸 但就算受到强烈反对 还是没有教习他对演戏的欲望 而想支持女儿的妈妈 瞒着爸爸送女儿去演技补习班上课 蒲素坛努力想进入知名的戏剧大学 但是不断遭到淘汰 当时他受到很大的挫折 也产生了自责感 因为几乎所有的志愿都落榜 当他想放弃演戏之路时 他最后投的志愿 韩国艺术综合大学演剧系 传来了合格的消息 韩国艺术综合大学 是韩国最大的艺术学校 当他跟爸爸说他能成为演员时 本以为爸爸会替他开心 但没想到爸爸超级生气 还气到昏倒了 才知道爸爸原来是真的 真的很不希望他成为演员 但为了要赢得爸爸的信任 蒲素坛只能咬紧牙根 更努力的准备 当时他的志愿是成为音乐剧演员 从来没有想过出演电影或是电视剧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长相并不上像 2013年偶然有次机会 他出演了独立电影 Into Geek 拍摄电影时 他才知道原来演电影是要如此细心 而且要注意到很多微小的小细节 从准备到拍摄的过程 都让他觉得很新鲜有趣 毕业后蒲素坛就到处参加电影试镜 但屡屡挫败 在试镜时 他认识了拍摄过很多知名电影的李锐义导演 导演曾对他说 你拥有超线的眼睛 之后蒲素坛在2015年也出演了 李锐义导演拍摄的实剧电影 《逆轮王朝》 2014年他开始参演了许多短片电影 2015年他首次接演唱片电影 《京城学校》 《消失的少女们》 并担任主角 以1983年一所寄宿女子学校为背景 里面发生离奇失踪案件的恐怖电影 里面蒲素坛饰演在班上担任领导的颜德 他展现了高水准的演技和情感表现 而在剧中饰演蒲宝英的好友 也自然让观众记住他 之后剧本演出邀请也跟着接踵而来 同年创下千万票房仁次夹击的电影 《拉手警探》中 虽然不是饰演重要人物 但剧中的演技也让观众对他有好的评价 电影《逆轮王朝》中 必须在其他前辈面前展现傲慢的样子 但蒲素坛一点也没有畏缩 还展现了有深度的眼神演技 因此也受到了其他前辈们的喜爱 那时国民影帝宋康昊还对他说 你做得很好 以后我们也经常见面吧 蒲素坛说这句话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韩国版《驱魔电影黑祭司》中 他饰演被恶灵附身的少女 动物的吼叫声 可怕的眼神 有无限力量的演技 对蒲素坛来说都是挑战 而他也大胆地剃掉了头发 剧中精湛的演技也让人感到害怕 之后他也跨出大萤幕进军电视剧圈 但都没有让人留下强烈印象的角色 而他跟公司的合约也到期 短暂的空白期间 他边旅行边放松心灵 但演技欲望强大的他 很快就签了新的合约并开始到处试镜 不管是小配角还是独立电影 他都愿意尝试 而他独特的魅力 不管是演史剧还是任何角色 都可以演出自己的味道 也有许多广告找他拍摄 清纯的化妆品广告或是酒类广告 其中一个真才求职广告让他知名度更广 之后也拍摄了知名外送平台的广告 虽然蒲素潭参演了许多电视剧和电影 但是除了黑祭司之外 就没有其他代表作了 但有天知名的凤俊浩导演 正在找电影玉子的主角梅子 需要适合饰演十多岁的角色 而他就联络上了蒲素潭 虽然最后事情没被选上 但蒲素潭也因此跟凤俊浩导演熟试 他们有空就会喝喝茶或是聊聊天 隔了三年他再次接到导演的联系 问他有没有兴趣接演还没订好名称的电影 也只跟他说里面他会饰演宋康浩的女儿 多过了几个月 事前准备完成的导演又来了联系 确定蒲素潭饰演美术大学的准备生 金姬亭一角 而这部电影就是描述上流社会和社会底层两个家族 相遇后摩擦出的黑色幽默电影《几身上流》 剧中他明明是社会底层 却要假扮海外留学归国的上流阶级 也面不改色的厚脸皮演技 以及进入豪宅前唱的杰西卡歌 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而这部电影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冲出高票房 还获得了多项海外电影大奖 也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中成为四冠王 HBO也宣布将把寄生上流翻拍成英语剧集 导演凤俊浩和亚当麦凯将联合担任监制 电影中有许多隐藏的小细节 值得一看再看 还没有看过的粉丝 非常推荐一定要去看哦 2019年因为寄生上流知名度大涨的普苏坦 今年第一部作品就是TDN电视剧《青春记录》 搭档国民弟弟普宝剑 一起演出朝着梦想前进的年轻人的成长记录 在里面他饰演梦想成为化妆师的安真和一角 是一位拥有明确目标并且努力实践的帅气角色 才刚播出两集 收视率也创下TVN月火电视剧首播收视第一名 以及同时段收视率第一的佳基 让人很期待之后剧情的发展 虽然目前主演作品还不多 但是一直以来尝试多种演出以及不同的角色 都能看到普苏坦的精湛演技 未来也很期待他能够带给观众更多不同的作品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跟大家介绍的独具魅力的普苏坦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